为了让民众可以看见被隐没的台湾原住民海洋劳动史 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节日期展出了 海上人阿美族远洋渔身特展 呈现出阿美族人在远洋渔业劳动市场下的生存处境 展期是到12月31号 欢迎民众可以前往餐馆欣赏 台湾四面环海 称析自日本的捕鱼技术及工具渔业发展盛找 当时台湾远洋渔业的从业人员 原住民就占了32.3 其中又以花洞地区的阿美族人居多 因为在阿美族传统文化里 渔猎是族人维持生计的主要方式之一 而且游渥的待遇加上工作属性相近 让许多花洞的阿美族人选择离乡背景 从事远洋渔业 为了让民众看见被隐没的台湾原住民海洋劳动史 史前馆从今天开始展出海上人阿美族远洋渔身特展 展场由路口流动的渔群 引入原住民从事远洋渔业劳动的时代背景 与族人的生命叙事 文庙为插的渔船让观众更能一探就近 从展览中了解台湾在远洋渔业的实力与贡献 尤其是台湾和太平洋人民在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层面 产生国际性的交流 在增强彼此的关系与连结中是很重要的一环 展览以阿美族人在远洋渔业劳动市场下的生存处境为主軸 透过四大展示单元 离家航向远洋 海上黎明与黑暗 心事谁人知 音乐与表演艺术中的远洋 藉由展览传达出原住民对远洋渔业的感受与反思 来填补这块海洋劳动史的空白 展期至12月31号指 也欢迎民众前来参观 记者杨子玄台东市报道